《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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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现在讲 今天我们讲的还是这个成语的故事吧 今天我们讲诗经 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诗经》里面 我们已经讲了《书经》跟《义经》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这个诗经 诗经是比较有趣的 因为它是文学作品 你们现在 而且今天因为诗经 所以我给你们大家的是 这个是一些 里面都是来自诗经的一些成语 它解释在里面 但我不可能每一个都讲 我里面抽几个来讲 我是专门抽那些是有唱出来的 所以如果这个效果好的话 大家就可以听到 他们唱的这个诗经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什么是诗经 这个读过文学史的 应该都知道了 我这边就重复一下 首先它这个诗经 它是中国这个诗经的开关 它们还有处诗 我们过去读文学史都知道 比如说中国最早的两个 两部诗跟基雅 一个是北方的诗经 另外一个是南方的楚池 但楚池它主要是 曲原跟宋玉的作品 可以说是这么讲嘛 楚池更多的是 是楚国的两个文人的 这么一个作品集 而诗经是一个总集 因为诗经里面它收录了明歌 然后还有当时的庙堂的诗歌 所以基本上来讲 根据它这边就是说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主集 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 也就是说前十一世纪到前六世纪 这个总共有三百一十一天 这反例了周初到周 应该是周晚期 因为这话有战国啊 五百年间的这种社会面貌 然后它在先秦的时候 是被称为诗 它还不叫经 所以根据当时就是 据说这一种说法 但我觉得是 这个有待存疑的 据说原本诗经是有三千多首 然后后来经过孔子的三 就编辑啊 三节之后就存下了三百一十一首啊 所以因为它取一个统称 所以也叫诗三百 所以叫诗三百篇 这个叫诗经诗三百 然后它内容呢 到了西汉的时候 因为汉武帝这个董聪书 接受了董聪书的建议啊 独尊鲁述之后 这个鲁迦传下来的这几部经典 就是诗经书经这些 就全部分为经典的 所以从那个以后才叫做诗经 在那之前就叫诗 然后它这个就基本是分成三类 叫封雅宋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详细地去说 什么是封什么是雅什么是宋啊 然后这个孔子在这个编辑这个诗经的时候 他曾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什么叫诗呢 一言你必知诗无邪 就是说学诗会让你不会产生邪念啊 因为这个诗教是温良温厚之教 而当时他也教育这个 等于是当时的诗经是孔子 之所以会编辑跟参见 他是拿来做教诗书来教他的学生的 所以等于是当时他的课本来的 所以他之所以为这个 他在教这个诗经的时候 有一次论语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啊 他说孔子的儿子叫孔礼 有一天这孔礼就在 孔子当时大概是在家里啊 看到孔礼在这个 他的庭院每天走来走去啊 孔子就问他 哎儿子啊 你今天的功课做了吗 就像我们平常跟儿子讲一样啊 他说他当时讲的功课 就是问你学诗了没有 这个孔礼当时的答案具体什么 大概是不太满意啊 孔子说你要学啊 为什么呢 因为学诗 你不学诗这无以利 不学诗这无以言 为什么呢 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来讲 诗歌是一个 诗是一个就是说他们的这些 读书人或者是四八书之间一种交流的 必须要用的 外交磁力一定要用到的 而即使是现在在世界上啊 我们不是看到有时这些稍微有点文化的 这个各国的领导人啊 在一些峰会的时候啊 也经常也会引用 沙士比亚怎么说啊 托尔斯泰怎么讲啊 然后又甚至也会引用 圣经的诗篇啊 如果要如果是刚好是跟中国的领导人见面 他们也也会用什么老子孙子 这个论语 偶尔也会用诗经这些 就是说即使是现在的国际场合啊 这些这些领导人为了显示他们 身份跟别的不一样啊 有墨水啊 所以就要也要诗云指约一番啊 所以当时的东周列 就是说春秋的这些列国当中 这些诸侯们也是要有一种共同的话语 用我们现在叫话语 所以他们当时共同的外交话语呢 诗经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所以当时孔子就教他的弟子 包括他的儿子 你要学识 因为你要学识 你才能懂得在跟人家这个见面的时候啊 掉掉树袋显示自己文化这样啊 不然人家会说你是这种野人啊 所以另外一方面叫 要不学识无以利 利是什么呢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利人就是说要有一种修养啊 要就是说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他应该达到的一个那样基本的一个标准 所以和先秦诸子中啊 引诱诗经的很多了 所以你只要看孟子啊 孙子啊 卧子 庄子 里面的他们现在存留下来的 他们的对话中 或多或少都会 引用到一些诗经里面的一些几句 好像说 应该是伦约的孟子 就有说啊 我们平常要怎么做人呢 要如怯如错 如浊如魔嘛 就是说形容那个欲 你要要这个 要像这样欲不浊不成器那样的 就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 然后 到汉武帝就被奉为这个六经 六经因为月经已经世传 所以现在称为五经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说 什么叫四子公雅宋 以前有一个对联啊 据说原本是这个绝对 这个 这个 开始的时候他有人想到 这个夏联叫三光日月星啊 三光就是天上的三个光的东西嘛 就是太阳月亮的星星啊 叫三光日月星 因为三是一个单数啊 所以你 三个东西了 你怎么去对三样东西呢 这个一直以来就是考导很多人 后来据说是苏东坡啊 苏东坡呢 就对出了一个上年 叫什么 叫四子风雅宋 为什么叫四子呢 四子就是这种四哥的形式啊 最早开始就是以这三种风雅宋 为什么叫四 因为 呃 这个 他分成这个风雅宋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明明是三个 为什么会是四呢 因为 因为风 它是这个 它是这个 当时的民谣了 就是民歌 所以为什么叫风 因为据说当时周天子啊 周天子啊 就是周朝的王室为了 为了了解 这个民地民情啊 这个民地民情啊 它有专门设立这个叫做 采风之关 啊 就像我们现在的民地处理组这样啊 这种采风关呢 就是定期就到民间去听这些 老百姓在唱什么歌啊 有什么这些民谣啊 从这些民谣中啊 看出老百姓对生活的是高兴还是不满啊 啊 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叫做采风 所以十五国风就是说 诗经里面收了十五国啊 十五个诸侯国的这些啊 明歌 所以叫做国风啊 啊 然后还有所谓的送 亚呢 就是说这个周朝人的这个 呃 他的正生的这个 这个 亚乐 就对 一句业力必知就是 如果说 是五国风 是民间的 老百姓唱的 哎 哎 是流行歌曲啊 假定是流行歌曲啊 那么这个 亚呢 是什么 亚就是文艺歌曲 哎 就是说这些 这些朝廷里面的人啊 他们 他们自己创作的 就是这样 然后亚里面又分成大亚跟小亚 哎 就是 就是说即使是文艺歌曲啊 也有一些就是说 那种好像 他们学过声乐的人才能唱的啊 那种是属于很很典雅 很正式的庙堂音乐啊 这种是大亚 至于小亚就是一般上的 哎 我们 我们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 如果说这个 大亚 是这个 交响乐啊 交响乐就是要整套的这种 这种东西 我们要创全去这个音乐厅去听的这种 那么小亚 哎 就是一种比较小众的啊 他们可能就是一些室内音乐啊 还是还是那样的 就是说 属于过去 大亚就是说 这种比较高 高级的 而小亚就是一般的 哎 日常的东西他们会用的啊 所以 之后还有一个叫做宋 宋就是他们的贵族祭祀的 宋就是说 哎 呃 这个 一般上我们怎么叫做宋呢 歌颂某个人嘛 所以过去是宋神嘛 好像说我们现在即使你去看有时 呃 他们要在这些 呃 呃 祭皇帝啊 我们之前上上王五帝的时候 不是有看到吗 而他们就有皇帝宋啊 这些什么宋宋啊 这些什么宋宋啊 诸如此类的 这种是属于祭祀的音乐 而且他们就叫做宋 所以 就是纯粹的一种 歌功宋德之类的一些东西 呃 然后它里面基本上翻成这个周宋 卢宋跟山宋 啊 这三类 因为大 因为亚分成大亚跟小亚 所以它虽然是三 三个 封亚宋 虽然只有三种 但因为亚分成两个 所以它就称为四子 封亚宋 啊 啊 然后诗经中的成语啊 我们 还是 因为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四个总计啊 呃 而且 比方说先前祖子 他们著书律说都用了 大量的这种诗经 所以它影响 是很大的 啊 然后呢 就像 比方说 我就举个例子 它 对中国文学史 它的影响跟作用啊 就不亚裔圣经就业里面的那个诗篇啊 对西方文学史的一些影响 啊 呃 所以它 因为也被奉为五经之一 所以 就是过去的读书人 他们都得学十五经了嘛 啊 所以你要考试 要考 考秀才 考举人 考什么 呃 都要学的这些东西 啊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这种学的过程之中 或或或少都会受到一些 潜移默化的一些作用啊 所以 而中国人 就是说 往往会 把一些很 一些 就是说 长篇大论 它以成语的方式啊 给它高度能说下来 所以好像说 我们现在有时 我们也会讲一些成语 有什么要表达一些 看法的时候 我们为了省略啊 不要去长篇大论的时候啊 我们就说一句成语 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理解 嗯 好像 呃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呃 好像说之前一个 呃 一个同学上年 你爸要问我 就是说 什么意思是扬名立万 哎 这个是当时我在一个呃 呃 演讲的时候我提出 扬名立万是什么 这个水浒传里面都有的嘛 它意思是某个人 要扬名声险父 他要采取做某种事情 哎 把他的名声给 让大家都知道 无立万就是 呃 呃 就是说呢 成语不能 乱用 为什么不能乱用呢 因为有时你 呃 这个 理解的不对啊 你用错了啊 会闹出很大的笑话 哎 有一个经常被大家 这个 呃 用错的是什么 叫不止下问 不止下问 他是什么意思 他是形容一个人 很谦虚 对不对 他 想要 了解一些东西 所以他 要去问 但是这种 他所谓的不止下问 是 是在什么场合下 他是说 一个原本 很有学问的人 比方说孔子 很有学问的人 然后 然后 有一天 他会发现一个问题 比方他 他到 呃 周幼列国的时候 遇到什么农夫啊 还是什么啊 然后 他要问路啊 或者要 要知道 那个 那个 路边的 那朵野花叫什么名啊 他不知道的情况 是这样 他就要 拉下架子来去问 就是说 一个 高的人 去问一个 低的人 这个是一个君子 问一个小人 或者一个贵族 问一个蜀人 就是说 有这么一个高低的身份 是别的 所以 我们平常别 别这样 或者我遇到老师 你问题 你就说 哎呀 老师啊 我很不止下问啊 这样的话你就 你就 你就只能就是说啊 如果通教那些知道了啊 你这个 准备就是说 这个卷子就要拿零分了啊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 有时 成语 它虽然是可以用 但是 用错了啊 不会闹笑话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啊 然后 今天我们在讲解这些成语 除了了解那成语故事 我也会尽量 这个把那个成语出自的那种 诗经的那种诗啊 他的意思大概的解一下了啊 只能我们 只能简单的谈啊 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文学课程 OK 所以 这边谁知道 诗经的第一首诗是什么诗 啊 啊 关 关 关于啊 OK 对答对了 不然没有奖品啊 好 啊 咦 啊 好啊 从此心态 左右略知语 压迫心里 不没佳致 压迫不远 无为生死 又再也再 缠绝分散 压迫不远 无为生死 从此心态 左右略知 仰致树女 青森有枝 从此心态 左右略知 是各种相片 寂寞的 在利语中心里 推知 维图团达 에�色列 在压迫或其他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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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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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